我 我拿解控祖师做下弟子 师姐好 别 师祖说了 叫你回去吧 我 七天了 已经七天了 为什么不收呢 为什么不收呢 难道 这也是考验 落魄秀才 无心俗事 特来望空山拜师求道 师祖里面请 多谢 多谢 师祖没有请你 为什么啊 为什么他陪进去我不能 是不是嫌弃我是妖怪啊 师祖不请你 你是进不去的 那 给 吃完了就赶紧回去吧 你干吗 拿着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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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我不赶紧走了 月树真的好美啊 都说这月树是天道所化 代表着三界的姻缘 不论是谁 只要是两情相悦 姻缘成形 这月树上便会开出一朵花 若是花泄了 那这姻缘也就断了 那朵花里是新长出来的 也不知道是谁的 岳树之事都由岳老掌管 凡是宫廷之人都逃不过 也不知道这岳树上 会不会有我的花 休要胡言 神仙动了繁星 必死无疑 陛下 这太白寄星 刻扣我天和军军须补给 导致我天和军军备 人员严重不足 伤亡惨重 还请陛下明察 陛下明察 天和军的补给 没有人刻扣 只是在清点核查中 核查 要核查什么 一个军须补给 需要核查如此之久 九天门大战 不愿天庭多处受损 需要修理 要我一一去办哪 都需要时间 九天门的事急 我天和军的事情就不急 可以拖延 急呀 那只是延误了 没有拖延哪 你们天和军的事 我正在办 但是 元帅 陛下面前克制一点 息怒 息怒好吗 你莫再狡辩 太白 请你克制点 两位爱卿息怒 太白即兴 天和军 积妖惩妖 生死一现 军需品不可迟发 这件事 你要优先处理啊 是 北臣 太白即兴 并非有意拖延 你就再多给她些时间 是 陛下 辩认 禀报陛下 臣有要事起奏 说 岳术上 开出了北臣的花蕾 真是北臣元帅的枝刹 看看 这个枝刹上面现在长出了花蕾 我们哪 不如来做个赌局 赌五百年内北陈元帅平安无事的一赔三 赌他五百年内被贬下凡间的一赔四 五百年内不但被贬下凡间 还变成畜生的一赔一百 怎么样 新君啊 您刚才说变成畜生 咱们天庭被贬下凡的天将 还从来没有变成畜生的呢 没有 父老 此言差异 说不定咱们的北陈大元帅啊 就要做那变成畜生的第一人了 没想到那个花蕾居然是北陈元帅的 他也会动情啊 也不知道谁会有这么好的福气得到他的情来 如果那个人是我就好了 如果那个人是我就好了 那变成畜生的真面目究竟如何 咱们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来来来 下注下注啊 来 我要一百个内容 我 我 好帅 帅 好帅 好帅 是啊 是啊 我们 喝茶 喝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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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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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好帅 我现在是个小鱼 但我以后一定会成为大将军 等我立了功领了赏 我就回来娶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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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正在巡视天庭 尚未归来 还请新风道长在此等候 有劳 童子 可以 Creed 对 秦峰子 你竟敢施法偷窥无稽殿 皆空 你到底意欲何为 道长请留步 弟子清风 求见圣尊 师父正在巡视天宫 并不在无稽殿 道长请回大殿等候 听闻这无稽殿中 有道家的珍宝 我只是想参观一下 没有师父的吩咐 任何人都不认进去 让你久等了 弟子清风 拜见圣尊 我一接到童子的信息 就马上赶回来了 不过看样子 还是让你等着急了 家师听闻 自扬言反天 毁损九天门法阵之后 天庭诸事待兴 特命弟子前来 为天庭尽一份心力 事已有些心急了 得罪之处请圣尊责罚 怎么会呢 你万空山有心 为天庭出一份力 老夫怎么会怪贼呢 既然这样 那不如随老夫去巡视一番 那不如随老夫去巡视一番 为天帝来修复天庭 怎么样啊 弟子清风 敬尊圣尊之派 来吧 你说 这妖怪不会也是来办事的吧 一身肮脏不堪 还一身臭 还没别干下去呢 就是 西流之州 骆穷李家兄弟 为求大道致辞 望拜入解空祖师门下 潘石 我们是来拜师的 我 潘石 潘石 对不起啊 这两天我有事在身 没有时间给你送吃的 害你饿肚子了 没事没事 有的吃就好 俗话说 酒汗逢甘霖嘛 这饿一饿 吃起来更美味 我看你现在骨子是酸的 还是甜的都尝不出来了吧 潘石 你在这儿 跪了也有一年了 社长都看在眼里 要收你早收了 我看 要不放弃吧 我不会放弃的 解空祖师一定会收我的 这小妖 倒是心胸宽阔呀 可惜呀 可惜 那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你被老虎追过吗 我被老虎追过 我知道他要吃我 后来 我就把他给杀了 从今以后 我不要再当人家的盘中餐 如果有谁敢觊觎我 不管是神 是人 或者是仙 我都不会让他们得逞 后来我出海了 我唯一的朋友为了救我 死在路上 人类想吃我 天兵想追杀我 仙人又不收我 只因为我是一个妖怪 我不愿做软弱的妖怪 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活得更好 我一定要继续吃 一定要坚持活下去 坚持到这扇门打开 只要门打开了 这扇门打开了 日子就会好了 还是 大师 来 贫僧有一种预感 你我有缘 大师请 那我 你们俩过来吧 来 来 这和尚谁 解空祖师的之交好友 了物大师 了物大师 奇怪啊 为什么大师身上的佛光没有了 什么你我有缘 最好是没有 你没有做事 来 我没有做事 你那我做事 那你做事 我做事 你也要做事 我做事 你做事 那我做事 一招 只是 只是这置之死地 而后生的一招 却是贫僧 是吗 只是这一招 极险哪 贫僧 心中有数 这一招 若是不成的话 万劫不复 为普渡 我愿化作这颗棋子 解开佛法百世之祸 此心已决 贫僧已请征大事 安顿那最后一事 若苍天存疼 便让我行普渡之法 若不扯 此行便是道别 再见无奇 还请道兄 保重 还有 怎么没 大事 不抵辞 老前 明不暴 不抵辑 可 可以 不抵辑 被悲动 可 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阳 师祖不肯收你 你却死赖在这儿一年还不肯走 这么脏兮兮地跪在门口 众人肯定会以为是我们万空山施虐于你 一个臭妖怪也想修行 简直异想天开 快滚 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东西 教训这个臭妖怪 打他 教训教训你 臭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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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别打他了 走开 别打他了 兮挖 臭妖怪 别打了 师子师僕还有师兄 平日对你喷安有加 说往空山的寺宫主 我们不想跟你斗手 但是今天 我们一定要收拾这只蜀妖怪 师叔 我求求你们别打了 她这是个小妖 你别欺负她啊 别打了 住手 你们再欺负她的话 我就告诉师祖你们欺负我啊 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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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没事吧 谢谢你也一直以来陪着我 送你的 师父 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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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速离开万空山 否则 犹如我万空山名声 我绝不饶你 我绝不离开 带她下山 让她去别墅外师 是 师叔 你们干什么 别拉我 庭云 带她进来吧 위해서 暂时 退步 別没了 台北 远方 你 sagt 读新书 他想读什么 来 咱们师祖啊 估计是想让这臭妖怪 彻底死心 才会较进去 亲自开口拒绝的 就是不知道 师祖会用什么理由啊 哪需要什么理由 直接赶走就行了 你说咱们这师祖 会有真事的 把这臭妖怪留下来 认个什么劈柴啊 打扫的差事 不也正合适吗 再说了 咱们厨房啊 现在正缺个人打下手呢 你已膝下生化 心中已生出善根 这样吧 做我的入室弟子 排行第十 你意下如何啊 愿意 愿意 你的姓氏 按照排行来定 就姓十吧 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你就叫 时有无 谢谢师父 看你这个猴样 外出多有不便 来 卫师 帮你一帮 我终于像个人样了 来 多谢师父 修道之人 还能看出你的根底 这样可以免具生活中的很多麻烦哪 师父 莫说这些不相干的 何时教徒儿道法 好 不说这些 从明日起 为师教你修行求道之事 但凭师父做主 请云 师父 这个小妖 是我的入室弟子 排行第十 叫十有无 从今以后 就是你的师弟了 现在罐内的大小事物 均有你料理 十有无就交由你照顾了 是 师父 十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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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 你拭手 你为我担心 一担心 踏又要你 你担心 你担心 来 这担心 如果是你担心 一担心 那我担心 这担心 什么 这怎么可能呢 师父 师祖不是要把这个臭妖怪赶下山吗 怎么会收他为徒呢 是啊 师父 师祖是不是搞错了 他一个臭妖怪 根本就不配入我们望空山的门 更没有资格做我们的师叔 是啊 师父 请师父求师祖收回成命 求师祖收回成命 此事已定 还不见过你们师师叔 师父 弟子不服 弟子不服 为师的话你们也不听了吗 弟子拜见师师叔 写动 弟子拜见师叔 旁 师叔 你想不想去附近逛逛 我带你去啊 走 师叔 连我的毒心术都对他无销 有信口无言 区区肉体翻胎 在门外跪了整整一个春秋 都不肯离开 可见此妖执念极深呢 如此新兴 师父为何要破格收他为徒呢 还是入室弟子 实在让人费解 万空山由我执掌律令 这小妖千万不要放在我手里 否则绝不轻饶 他奶奶的 居然敢打断我一只山羊脚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仇是一定要报的 不过阳哥 他是解空祖师的八弟子 我看 明着我们就算在修炼百年也打不过他 这又来阴的 你注意多 听你的 抓住了凌云刺 先痛当他一阵报仇 然后 要先拿解空祖师 交出藏在藏经阁的 无极化神大法 练成之后 那就是天下无敌 到时候别说一个两云子 就是一百个 也打他个西班牙 对 打他个西班牙 对 打他个西班牙 无极化神大法 这本经书我也听说过 它好像是解空祖师写的 专门用来对付周神的法宝 不过 也因此被列为禁术 传书他已经被解空祖师给毁了 过来 一只狐狸 咋还这么笨哪 他不想让咱们抢 肯定说已经毁了 那么重要的经书 解空肯定不会轻易交出来 不行 那我们想办法抢 实在不行 就联合天下诸佑 只要得到他 那些狗屁神仙 就都不是咱们的对手 整个世界 都是咱们妖来做主 让他们做妖 咱们做神仙 哈哈哈哈哈哈哈 都给我听好啊 把本大仙勾引出来了 就像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 独角小山羊 赶紧给我出来 再不出来的话 本大仙可就不客气了 叶渊死了 你也有今天吗 我真的好怕呀 我真的好怕呀 花样还不少啊 看样子对我积怨很深喽 本大仙可没空陪你们玩了 这帮小兔崽子 跑得挺快啊 这下抓他们可要费点劲了 真是麻烦 多谢这位姑娘出手相助啊 让我捉到这两个小妖 你看看我 忘了做自我介绍了 本大仙乃大名鼎鼎的 万空山 遥光九子 凌云风尚 凌云阁 凌云阁里 凌云子 就是在下 不知道姑娘尊姓大名啊 杨岚 你 你是尔海神的妹妹啊 杨岚 多亏你抽手相助啊 今天就当你卖了我个人情 不过我凌云子这辈子 最怕欠人见人情 所以从今往后 有什么事情 尽管开口 想要还我人情 我可以给你机会 你只需要 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 我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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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至极 元帅 此次天和军损失如此惨重 全都是因为太白骑星 私自克口均需补给 藤魔王司徒王 趁扬言反天之际 已纷纷崛起 再这样下去 恐怕天和军要消亡殆尽了 天府 你调动束手部队和后背部队 协助缴腰 是 天内 你负责武器和物资 让野智司连夜赶攻 务必能够跟上进度 天衡 你负责新兵还有征兵训练 尽快让新兵能够上阵杀敌 务必补齐前线兵源 遵令 遵令 岳帅 我呢 铁刃 你跟随本帅 是 太白济兴 给本将滚出来 北陈元帅 北陈元帅 你这是 北陈元帅 你把天和传箭擅自开到我府上来 你不怕陛下怪罪吗 陛下若怪罪 北陈自当认罚 但此事你首当其冲难辞其咎 本帅就不拐弯抹角了 我就问你 我天和军的军需补给 你为何支支不放 北陈元帅 我这是诸事缠身 所以耽搁了些时日 就因为你延迟发放我军需补给 我天和军多少兄弟亡死 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你可知道 现在凡间有多少天和军 因你的毒支而亡死 还有 多少无辜的生灵 因你的轻慢之心 而惨遭妖怪蹂躏 是是是 我我我再喝茶 我我再喝茶 加紧喝茶 可你知道啊 加紧喝茶也需要些时间 要不然让将士们先回云域天岗 等着 等 好啊 本帅今日就在这儿等 你查到何时 我们天和军等到何时 你倒是查呀 你们天和军的军需补给是吧 已经核茶清点完毕 就等发放了 赶紧去把天和军的那些追缺补给 都发给他们 快去 是 跑着去 快走 这就到了 快看 这里能有三间房间 中间那间就是你的 啊 这个房间呢就是你的啦 这里叫做林雁礼 清云师叔虽说对你已经是特殊对待了 可怎么说你也是师祖的入室弟子啊 但你住这样的房间 会不会也太 无所谓 只要能拜师 学到法术就行 其他的都不重要 好 潘石啊 那我以后是不是得叫你实师叔啊 别 还是叫我潘石吧 听着奇怪 实师叔 听着怪别扭了 这可是你说的 不准反悔哦 那是自然的 潘石啊 我有件事可是要提醒你啊 师祖座下呢有九名弟子 号称遥光九子 留守道观的呢 是五师叔清云子 清云师叔呢 在修道之前是在官府做事的 因为他性格耿直 凡事都讲究规矩 到头来啊得罪着权贵 被官府隔了职 所以猴子 你可千万不能触犯门规啊 清云师叔可是很严厉的 知道啦 凤凌 你的东西都给你搬来了 帮我放那儿吧 好 凤凌 师叔 我们先走了 多谢师兄 凤凌 这是什么花 你忘记了 这可是你心下 长出来的小花呢 我人生中啊 第一次有人送我花 所以啊 我要好好地养着 凤凌 你把你的东西都搬过来了 你是要跟我同住啊 没想到万空山的女孩 还挺开放啊 谁要和你同住啊 我是搬到你隔壁 师兄在帮我修旁边 那间荒废的木屋呢 你搬过来干吗呀 师父同意了吗 保护你啊 许祖许晋啊 他们还是比较怕我的 只要我在这儿 多少还是有用的 至于师祖他老人家呢 他不管这些事的 你一个小姑娘能保护谁啊 你呀 好嘞 师祖说 从今天开始 你便到后山打坐修心 师父不教我吗 那师父有没有说 打坐多久啊 师祖说 打坐修的是心 修行修道先修心 若是心未修便修道 到头来不过一祸害耳 什么时候心修好了 再教您想学的 大坐修心 那什么时候才能修 那么厉害的法术啊 不必要等个十七年吧 也罢 这修道这档的事 我也是第一次干 就听老头子吧 就这么坐着 在门外是跪在石板上 入了门就坐在石头上 这看来也没什么区别嘛 不会的 这肯定内有玄机啊 开饭啦 吃什么 那 你们早上就吃这些啊 当然不吃了 我们早上吃的是 包子跟馒头 你是小妖嘛 吃的自然跟我们不一样 那我就跟你们吃一样嘛 省得你麻烦 在这儿待着 我总是不自觉地 就胡思乱想 这修心不是要脑海里 一片空白吗 怎么打坐修法 师父也没个提示啊 这个啊 我也不知道啊 师祖只交代我 让我带你来后山的自省时尚 反思 其他的倒也没说 他说你执念太重了 如果直接修到的话 恐怕会入了魔障的 你没修过心啊 确切地说啊 我们馆里的弟子 没有一个要修心的 那是我真的情况特殊 还是这个老头子在打什么算吧 好了 你好好修炼 我晚上再给你送吃的 嗯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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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潘石 潘石 我给你送吃的来了 今天怎么样啊 就坐着呗 你说这老头子是不是在耍我啊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师祖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就是你胡思乱想 都七天了 我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 肯定是你不够静心啊 说了修心了 你是不是胡思乱想了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修炼法术啊 要是这万空山 能有个厉害的藏经阁那就好了 藏经阁 有啊 你说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啊 就 这谁啊 你是石师弟吧 出色见面 请多关照 林医师说 好好好 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啊 我乃 万空山 遥光九子 凌云封上 凌云可 凌云革里 凌云子师也 听说过吧 待见凌云师兄 没了没了没了 风铃 她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是说我最不在乎这一套啊 那你为什么忽然回来了呢 玩腻了我就回来了呗 风铃啊 虽然我不讲究理道 但是我讲究茶道 我渴了 给我弄个茶喝喝 茶我们没有 水你喝不喝 茶都没有 行行行 水就水吧 我咳嗽过来 快点 行了 我先弄啊 来来来 这是谁啊 好像在哪儿见过 这是谁啊 好像在哪儿见过 师弟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刚收的徒弟 杨岚 杨岚 杨岩的妹妹 兰山圣母 她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杨岚 快快拜见石师叔 茶来了 怎么才来啊 来来来 咳嗽我了 都愣着干什么呀 快坐呀 坐坐坐坐坐 师师弟啊 初次见面 说 想要凌云师兄 给你什么礼物 礼物 等等 肚子饿了吧 咱们边吃边聊 来 怎么样 师师弟 我可听说了 为了来我们惯例 你走了整整十八年啊 而且在门外 就跪了整整一年 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啊 你这种魄力 就连我 都佩服万分 什么也不说了 初次见面 来 我敬你一杯 就算是给你接风洗尘 林律师兄 这冠礼不是祭酒祭婚的吗 对 对对对对 还是 我跟你讲 修道之人不能沾酒的 等等 风铃 你怎么跟你师父一样与佛啊 这冠礼说的是祭酒 不是敬酒 再说了 我们修行的是为了什么呀 是为了长生啊 长生却不快活 那为什么修行啊 为什么长生 师父说了 林律师兄说的万里最多了 天天呢也就算了 若是信了 恐怕又学坏了 喂喂喂 这应该是你想说的吧 不要怪在你师父头上 来来来来 石师弟 吃肉吃肉 盘石这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 盘石千万不能吃 师叔 不要吃这个 吃肉给你准备的饭啊 不是你你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今天第一次见着石师弟 我们准备丙足夜谭 把酒言欢 你一个小妮子 你这些差我怎么你 要你管 师父说了这些东西 就是不能吃的 林律师叔 师祖有请 你回去跟师祖说一声 我一会儿就过去 师祖的意思 是让你现在就去 完了完了 又还睡了 师师弟啊 这么着 我还有点急事 下回再找你聊 好好好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 给点面子 快走了 走 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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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我说你是越来越 无法无天了 师 师 师父 小点声啊 我徒弟就在外面呢 要是让他听见 我这当师父的脸往哪儿哥呀 你还知道你是师父啊 乱收徒弟 你还有没有不敢收他 隔音术 死要面子 你说你上次 收那个遭天庭通缉的蛇精为徒 惹得天母娘娘派他特使 师父 您不都说过了吗 有教无类 那你不问问他因何事遭到通缉 你所说的徒弟就不问问情况吗 就说这次吧 你竟敢收杨岩的妹妹杨岚为徒 那杨岩是何人哪 你是唯恐担心我北斗摇光洞 太消停了是吧 那扬言从返天到昭安 内情如何 你问过没有 那杨岚脾气秉性怎样 你算过没有 在各位弟子中 你的不挂推演之术最为精明 你怎么不算算呢 这些东西你都白学了 师父 徒儿就算是不算 也能知道 知道 知道你还收杨岚为徒 那您为什么收磐石为徒 我说 二哲 岂可一概而论啊 有何不可啊 其实徒儿不是算不清 只是不想算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天道危雅 岂是我们这些小弟仙 能够抵抗得了的 这不挂只是趋利避害而已 而天道 不可逆 很多事情不能算得太清楚了 算得太清楚了 就没有了惊喜 修行漫漫路 倘若没有惊喜 岂不是无趣 徒儿啊 我是想告诉你啊 杨岩的心已死 杨岚的心未死啊 我怕那个杨岚再惹出事端 牵连于你 为师为何不让你和杨岩兄妹来往 我有我的考虑 你倒好 把他直接收为徒弟了 竟给我惹祸呀 妖光九子 属你美美语出惊人 直击要害 你也是最懂为师本心之人 可是 你那放荡不羁的行事风格 确实不计后果呀 师父 师父 那从今往后 我新书的这个女徒儿 还望师父多多照料 多多照料 对了 为师托你寻的那个 乾坤奇音幕可有着落呀 还没有 师父 我听说这南极仙翁手里面有一块 我就用一些丹药 给换回来了 来 被师看一看 您看 为师以前有一块大的 分成几块 现在是一块都不省了 有了他就好了 师父 您这是给小师弟准备的吧 你们有个兄弟 一人一块 他也是我的入室弟子 岂能没有啊 师父 这么做得对呀 这做师父的 怎么能厚此 薄比呢 你说话我爱听 徒儿 那就叫杨岚进来吧 好好好 我现在就叫他 多谢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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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多谢师父 徒儿参见师 归下 归下 好 好 好 刀法自然 随心就好 那师父 我也不用跪了啊 既如我们 便是万空山一脉 五定真人那里 我会给他一个交代 多谢师祖 这师祖师祖教得挺溜啊 那我呢 这将师父来听听 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嗯 一只老虎 一只老虎的游灵 杨寿未尽便已死去 地府不收 便化为游灵 在他生前所属之地游荡 但这游灵在这里已经多年 记忆完全已经消散 读不出来了 土地公 老朽参见圣尊 这只老虎生前如何 遭遇了什么怎么死的 启禀尚尊 约马十八年前 这山上凸显一道光柱 生出一只食妖 这老虎便是那食妖所杀 食妖 食妖 способ 祖所杀 演罪 可就老虎 Release 又是如此 徒弟 老朽 拜见圣尊 我且问你 刚才那游灵是如何死的 回圣尊 这游灵乃是当地一猎虎 十八年前 为一路过的石妖所杀 只因阳寿未满 阴间不收啊 所以便游荡于此 又是石妖 看来这源头是错不了了 日月星皆有序 日月星皆有序 天地人皆虚爱 天地人 臭石头什么太子 天虚爱 天同父 地同在 天同父 地同在 祭苍生 安立人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咱们 汪尔通山众利子的 修炼导座的地方 安立人 每日晨起 诵读念经 而且由青云师兄 每日主持 以观其行 老头 你没有搞错吧 让我和这帮人打坐诵经 开玩笑 知己之人 内外鲜明 我好心好意 你看这两个 目中无人的家伙 我 世祖和林恩师叔 当初就不应该收他们 若是放人不管 我看这俩人 得把湾空山 叫得天分地赋 什么 你让我跟他同住 杨澜现在房子还没有盖好 他跟别的弟子住在一起 不方便 你们两个都是女的 同住的话 至少还有个伴吗 风铃 你是这万空山上 最善良的姑娘 就帮我感化感化他 那也可是 就当师叔求你来不行吗 不要 我不喜欢跟别人同住 天都这么晚了 你让他一个人 住在树林里啊 要不这样 等他二楼收拾好了 我立马让他搬过去 日行一善 日行一善哪 好吧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 风铃 你是全梦工山上 最可爱 最善良的姑娘啊 行了行了 行了 搞定了 行 那我去搬张床进来啊 你今天先睡我的床吧 这个房间呢 是我的 里面东西还算齐全 如果你需要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 万空山呢 我比你说 如果你需要其他的 也可以告诉我 还有啊 我房间里其他东西 我话还没说完呢 刚吃完不能睡的 风铃 我的后山打坐去了 单独攻心 走火入魔 干什么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要吓了你 放开我 娘 娘 兰儿 娘 兰儿 老实点 兰姬 你与凡人婚配 生下逆子 触犯天条 陛下下旨 将你永世押在摇山之下 以事成见 兰姬 你若反抗 你的一双儿女 也难逃罪责 兰儿 兰儿 娘 兰儿 娘 走 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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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娘对不起你们 是娘对不起你们 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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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风铃跟我说 这单独会让人走火入魔 要用大量清水才能解毒 我想管也管不了 我跟你说 这个丹药呢 是我拜师的时候老头子给我的 说是可以用来修炼 提升修为 但风险极大 一年只能吃一颗 我也只有这么一颗 但我在你那儿看到你有一盏皮 你真的那么想提升修为 连命都不要 好 放心 我会给你保密的 但可不是每一种单独 都可以用水来清除 你下次可没那么好运 别以为救了我 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的 你的生死 我不感兴趣 你下次死远一点 我保证不管 是为了某个人 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再提升修为吗 这一点你跟我很像啊 盘石 这老头子让我修心养性啊 我都修了一个月了 一点进展都没有 每次去找他他总是爱理不理的 我还以为这自省时有什么特别呢 也就是一普通石头 我觉得老头子在耍我 他就想我在这儿蹲个四五年 盘石你听我说啊 修行之路漫漫 动辄啊数百年 你呢也别太着急了 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你的方法了呢 杨岚 你对他了解多少 好啊 你个盘石 我还以为你男人耗色 没想到你一块石头也这样 我就说你这两天看他眼神都不对了 你不会真生气了吧 我 我才没有呢 我才不要给你块石头计较 我觉得杨岚呢 来万空山一定暗藏玄机 他到底有什么经历啊 杨岚啊 说到他呢 得先提到他哥哥杨岩 二十年前呢 他们两兄妹一起返天 他哥哥半天之内 就把十万天兵全部消灭了 我跟你说啊 情况紧急的时候啊 他哥哥离天地只有百丈的距离 不过后来圣尊出手了 他哥就被招安了 九天门大阵杨岚也在 对啊 他从小就跟哥哥在一起 他哥招安之后呢 他就被封为了蓝山圣母 之后啊 什么时候离开了关江口 没有人知道 后来也没有去过蓝山 至于林云师叔 为什么收他为徒 也没有人知道 我问过师叔啊 可师叔每次都拿话堂搜我 还师啊 你不觉得杨岚这个人 挺奇怪的吗 之前啊跟他哥哥反天 现在呢 又无缘无故来到了我们万空山 平时啊 古里古怪的 我跟他住一个屋啊 都没有说上几句话 他还常常夜不归宿呢 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做什么事 想想都觉得这个人好恐怖 磐石 别不高兴了 你看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这可是我亲自下厨给你做的呢 坐 亲自下厨 老婆 我看看你做了什么 你看 喜欢吗 这不是水果吗 算什么下厨啊 切水果就切水果 叫什么做饭啊 我就要说做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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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是应该喜欢吃水果的吗 算了算了 也算是一种心意啊 风铃 我想跟你比试比试 可你身上有伤啊 我这伤算不了什么 我想知道我到底修到什么 有多大本事 不是 我真想知道 磐石 你没事吧 你到底用了几成功力啊 八成 老实说 两成 这两成我都抵挡不了 我还修什么练啊 磐石 其实 其实你已经练得很好了 像我啊 都学艺多年了 你才进山渔而已啊 可我等不起啊 这样的修炼速度不适合我 可是物者刀就是这样的 师祖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速成啊 物者刀 那是什么 这九转大法跟流行云是物者刀吗 师祖没有跟你说道卖的事啊 不可能啊 这是最基本的 这老头没告诉过我 冯凌 你给我好好说说 什么是道卖 道卖啊 道卖呢 就是修行人选择的修行道路 天下道门千万 但是道卖只有两种 一个呢就是行者道 另外一个呢就是误者道 小师弟 我来没有打扰你吧 不打扰 不打扰 那就好 你等着啊 小师弟啊 小师弟啊 我听说你一直在后山修炼 你看看 我变的这些酒肉你喜欢吗 给你补补身子啊 来来来来 咱们坐下来 好好喝点 师兄 风铃刚刚跟我讲解了物者刀跟行者刀 要不你继续跟我说说 小师弟 我来找你是喝酒吃菜的 讲那些做什么 好吧好吧 那我就给你讲讲 不过杨岚做演示 为什么要我演示啊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无论行者道 还是物者道 修行之路都分为五个阶段 分别是 营神 纳神 炼神 化神 和天道 天地灵气 是修行的力量之源 我等道士 将天地灵气 吸入体内 化为己用 这个过程 就是修行 倘若能够外放成气体 随心所欲 便是第一阶段 凝神修 凝气成液 这就是第二阶段 纳神境的标志 液化的灵气越纯净 体内的积存体越多 表现出来的法力 就越强大 压缩真气 能够凝液成精 便踏入了第三阶段 炼神阶段 方才杨岚展示的 就是这修行的前三个阶段 凝神 纳神 和炼神修为 接下来呢 就是这第四个阶段 化神修为 分为 散仙 金仙 太乙散仙 太乙金仙 大罗金仙 和大罗混元大仙六重 那这行者道跟物者道 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了 这物者道讲究的是 窥探天地之奥妙 善推演 善炼丹 善冶金 而且没有百年修为 无法成功 所以 这修行者的心性 极为重要 而这行者道呢 主要是 变化之术 它包括 善争讨 善打斗 善变化 所以 有几十年就可以修炼成功 但是 却有极大的风险 普天之下 行者道最高修为者 只有一个化神迹 大罗金仙的扬言 悟者道 能达到天道修为的 圣尊 便是其中之一 近游 快来 快来 坐下 快来 快坐下 这 被摘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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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师父是物者道化神境大罗混元大仙 那九转大法是行者道法术吧 没错 九转大法属于行者道 而且道法极其高深 这扬言就深谙此道 不要 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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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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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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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做我忙了 九转大法是行者道 却让我修物者道 行者道数年可成 物者道却需要上百年 却儿 雪儿 我不能再等了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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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师父教弟子 九转大法和刘星云 却是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让你修心 可是 九转大法是行者道的法术 行者道是道 物者道也是道 天法地 道法心 让你修心 有什么不对吗 可是 可是 行者道 为师教不了你 怎么教不了 你既然守我为徒 怎么就不能教呢 既然你拜我为师 为什么就不能听为师的 遍习物者道呢 我只能教你物者道 我只能教你物者道 其他的 为师管不了 不找你 那我能找谁 你这个当师父的 难道是只知道回答问题 却不教学生的假人百设吗 好 病人 两个闪 美人 三个闪 几个 smashed 哇 哇 哇哇发了发了 哇这次发了 这么多经书 我要是全部学会的话 我可就天下无敌了 鸟砖 鸟砖 重书 这些字我一个也不会读 我 封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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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来来来 快快起来起来 有事找你 来来来 换衣服换衣服 到我屋里再说 快快快快 帮帮我 这这 我不认识这些字 你帮我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磐石 你去过藏金阁了 这上面有师祖的印记 这是藏金阁的藏书 你偷东城 二十五 一臭东西 不是偷 是 者之刑 干嘛 干嘛 趁没有人发现之前 我们赶紧还回去啊 师祖要是发现了肯定会罚你的 不 给我 不 给我 不 如果你真的想学 你可以为是祖诫吗 师祖会给你的 偷道之誓 怎知 Schüler之人可为啊 我只有这个方法了 师父明知道我要学九转大法和流星云 却让我去修那个修身养性 百年方能有所成的物者道 我要学行者道 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你要修行者道 磐石 行者道本是旁之犹如魔宫 修之事已成去凶险之极 行者道探功力易入魔 容易抵达修为极限 我看你还是一师族修物者道吧 不 易入魔 对呀 行者道快速吸收天地精气 容易走火入魔 若是执念太深探练 修为就会停滞不前 若是释放了 则后患无穷 无所谓 反正我决定了 我要修行者道 磐石 修是周行者道实不存一 物者道才是天地之大道 风凛 你自幼跟随师祖修习 你一定认得这些字 我需要你帮我 不行 我 我的好风铃 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了 这书不能借也借了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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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磐石 可是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太好 如果你想学行者道的话 你可以跟师祖说呀 师祖会教你的 要不这样 我把这些字给抄下来 你就只管教我习字便是 就算罚 师父也不可能罚你 教我读书写字吧 磐石 可是我觉得偷学这件事情吧 你看看 这个有什么字啊 物字 物字 磐石 磐石你听我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道字 道啊 磐石你听我把话说完嘛 这个藏经 这里面的藏住 跟鬼话服侍的这个 这是云字啊 这是云字啊 你看你都不懂 你万一乱学怎么办呢 这 这 这是什么字啊 这 这 这是 这是王字 王字 知己知人 内外皆明 知己知人内外皆明 倾心者无欲 倾心者无欲 咱们找时间啊 再教训教训那个臭石头 我看行 想一想就痛快 痛快 风铃 我什么都不干 什么都不干 吓了我一跳 你什么都没干 那 我看见你吃包子了 师叔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我们修道之人 是要解决 失踪的教诲的 怎么可以干枸杞之事 让我付一个包子 我只是拍了你肩膀一下 跟你打得上招呼 这算哪门子枸杞之事啊 是不是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做贼心虚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了 不理你了 哎哎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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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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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